女人在湖水中扭动身躯 她通体金黄 浑身上下布满宝石珍珠 曼妙的身姿 引得岸上的男人争先恐后的注目 可下一秒 女人用力发出了一声刺耳尖叫 震得大家纷纷捂住耳朵 身子都抑制不住地往前倾 水中的女人健壮 更加兴奋地捂动了起来 珍珠串链随着她的舞姿甩动 似一场死亡之舞 岸上的男人 此刻像是已经封魔 一个个拔刀而出 劈向身边的同僚 顷刻间血染红了湖水 男人们也杀红了眼 可女人好像并不满足 不断勾手 继续引诱男人们走向湖泊深处 男人们就像中了血 架着马 挥着剑 不断向女人靠近 随着女人辞取舞弊 湖里已满是男人的尸体 而这块心形湖泊 也被鲜血染红了大片 就在此时 女人一抬头 竟然发现了一个漏网之鱼 她不可置信 继而使出全身力气 亮出自己的魔鹰 可男人还是不为所动 甚至往后退步 女人很费解 难以置信地摸着自己的脖子 沉入了水里 舒尔 女人又浮出水面 睁着一双渗血的眼睛盯着男人 水中的身体又开始扭动 可男人却依旧扭头就跑 骑上马匹桃也是的 离开了这片湖泊 女人依旧不死心 这天夜里 她扭动着身体从水中上岸 找到了男人休息的地方 她仔细地打量男人 这个特别的男人 引起了她的兴趣 这一次 她没有用尖叫和舞姿伤害男人 只是把头贴近了男人 接着便依偎男人躺下 一夜好梦 第二天一早 女人在男人的注视下醒来 她竟有些害羞 立刻转身离开 但又忍不住回头看 男人是否有追上来 一步一回头 见男人跟了上来 她又飞快向前 跃上河流 等待男人的到来 这个男人视力开挂 十米开外 就看到水中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她迅速弯腰捡起 用牙移验证 竟然是块金子 她连忙将金子偷偷收入怀中 接着部队开始进行神秘仪式 这趟深入森林 就是为了找寻宝藏 但湖中有一名女妖 很会蛊惑人心 所以他们正专心祈祷 上帝的保佑 可突然一阵女声尖叫 打断了仪式 女妖在水中正翩翩起舞 她通身都是珠宝黄金 加之绝色的脸庞 对这群男人来说 无意不是致命的吸引 女妖知道他们上钩了 随即一声尖叫 他们就像是着了魔 一个接一个冲入了水中 拔出刀开始自相残杀 然后全然不管湖水的深浅 架着马匹争先恐后的冲向女人 一曲舞弊 湖面已被染成了红色 可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唯独这个男人 不为所动 还一直待在岸边 一切的原因是 因为他天生耳聋 所以无法被女妖蛊惑 可女妖却不知道 还以为是自己的歌声出了问题 一脸疑惑地摸着自己的脖子 耳聋男人拔出刀 不顾身后女妖的致命诱惑 骑上马飞奔逃入森林 一路狂奔 奈何速度太快 一不小心就被横荡的树干 撞昏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男人醒来发现 刚刚一起逃命的马 已经令不久已 无奈之下 他只能靠自己走出森林 走了一天 他找到一处空地 打算休息一夜 夜幕降临 疲惫地男人熟睡了过去 而女妖却从水中走了出来 这个男人似乎很特别 女妖紧贴在男人身边 度过了漫长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 男人看见自己身边的女妖 一脸问号 正当他捉住女妖时 女妖却飞身窜入了水里 刺入手心的精灵片激起了 男人的贪欲之心 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男人战战兢兢地跟了上去 只见女妖一路逆流而上 就如逾越龙门一般 灵活游到了瀑布上方 一个是满身黄金珠宝的 美艳湖顶女妖 惯用曼妙的舞姿 和勾人的嗓音 蛊惑人心 见过她的男人 都是她的群下之臣 唯独这个淘金士兵最特别 她视力开挂 几十米之外 就能看到女妖身上的金银财宝 却对女妖不为所动 这是爱 死亡与机器人第三季 最后一个故事的两个主角 这集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却用画面和音效 展现了另类的恐怖 幽暗的丛林深处 女妖引着男人来到瀑布之上 男人也毫不示弱 她用尽全力爬上了瀑布 可就在这时 女妖却突然停了下来 她跳动着妖娆的舞姿 来到了男人身边 对她敞开了真心 交出了毫无防备的后背 可男人却只顾拔下她腰间的金银 女妖张着满是宝石的嘴唇 亲吻了男人 男人满嘴鲜血 开始假意银河 勤正浓时 男人却一头撞晕了女妖 她扒光了女妖身上的所有珠宝 并将昏迷的女妖 丢弃在了河里 然后头也不回的 走进了丛林深处 没过多久 湖水淹没了女妖的身躯 紧接着 血红色的湖水喷涌而出 瞬间淹没了整个河岸 精疲力尽的男人 实在走不动了 又累又渴的她 来到河边饮水 无意间 男人喝下了鲜红的河水 片刻过后 她的听力竟然恢复了正常 她第一次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 瞬间慌了神 在恐惧的驱使下 男人在树林中疯狂逃窜 片刻过后 她渐渐适应了周围的声音 可就在这时 女妖也从湖中站了起来 她看着自己残破不堪的躯体 再次爆发出了死亡怒吼 而这一次 男人逃不过了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声音 男人一步步迈向了死亡 最后一曲死亡之舞 由男人在湖面舞动 最终她淹没在了湖水之中 缓缓沉入阴暗的湖底 与那些冰冷的海骨堆 融为了一体 影片至此结束 在恐怖的画面背后 隐喻着剥夺与反抗 人与自然 欲望与爱 对财富的需求 是一种贪婪 对陪伴的需求 也是一种贪婪 两人都被自己的贪欲所伤 就像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人们受到极致诱惑 会放弃信仰和道德 但也终将会被自己的贪欲所淹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叫做 吉巴罗来自爱 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